跑步是健康的運動 但是遭遇下列哪一種狀況 千萬別跑步 會導致心慾失常呢 A.太瘦的人 B.得腸胃炎的人 C.感冒的人 請作答 我的答案是B 腸胃炎 得腸胃炎的人 跑步是健康的運動 但是遇到下列什麼情況 千萬不要跑步 會導致心慾失常 腸胃炎本來就不能跑 跑到一半 對 排不及了 你們排氣管怎麼會噴東西 吃起來不能穿白褲子 而且會一步一腳印 會跑過必須留下痕跡 沿著紅線跑啦 太瘦的人呢 我覺得跑步基本上像拳馬或半馬 他們基本上跑步很少有胖的 都是瘦子 都是瘦子 因為他瘦的人 他消耗的卡路里不會這麼 不是 他這個太瘦 到底是以什麼為病 到底是瘦 紙片人啊 對不對 裡面也都瘦 也可以說太瘦 對不對 像阿翔這樣 阿翔真的太瘦 太瘦 太瘦 對 太瘦 那感冒的人呢 雖然他的可能呼吸系統 這邊可能有 可是藉著跑步的 不斷的刺激循環呼吸 我們會吸吸吐 吸吸吐 可能會讓心肺功能增加 那得腸胃炎 因為腸胃都已經在發炎了 你又在跑步消耗別的卡路里 他可能沒有辦法去玩 去護到 所以現在可能太瘦的人 好像沒有不成立 因為有很多更瘦的在跑 對啊 那個 很多竹竿在那邊跑來跑去 對 我們看電視馬拉松的第一名 都瘦到 好瘦 好瘦 對 都是瘦很瘦的 那是因為沒錢吃東西 對 所以感冒跟得腸胃炎 所以選擇是得腸胃炎的人 對或錯 你是已經刪掉一個對的 對 你會是兩個選一個 那我們先八萬四 再可補三萬 哇 好瘦喔 這兩次耶 那為什麼解釋說 這個腸胃炎的可以跑 感冒的人不能跑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流汗 你可以排毒 你汗流一流把毒逼出來 就沒事了嘛 但是其實呢 你本來就已經在感冒了 那你運動會讓原本受損的細胞 免疫力又降低 那你就會心率失常 那瘦子其實可以跑 是因為瘦子可以鍛鍊肌肉 它可以讓我們雙腿啊 它核心肌力增加 所以它的循環就會變好這樣子 對 可是馬拉松我 不得其解 百事不得其解 嗯 這當初是一個士兵跑回來嘛 對 宣告他戰勝 戰勝 跑到42公里他就死掉了 嗯 結果大家去挑戰這個東西 對啊 應該是 就是每個人要表 每個人要證明 比他還強就對了 應該這樣講 一個挑戰 紀念他 他們來試試看 跑42公里 到底會不會真的死掉 不會啊 不會啊 沒有啦 不一定 當時也許要跑42公里 都沒有吃飯沒有喝水 對啊 所以他還感冒 所以你們現在就會半路補充啊 對啊 補充在水溫 有香腸啊牛排啊 香腸牛排 瓜哥講的是真的 因為有村民太熱情還拿烤雞 欸 我去介紹那個跑的 是彰化的 田中 田中 二馬喔 有烤香腸 吃牛排 炒米的 村民 真的 所以你由這個運動 你也可以發現 腸胃炎 跟運動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還是要吃 一直要把腸胃顧好 然後規律的飲食 是